各位接着聊啊 我们聊这个亚当斯密 关于亚当斯密的有四大误解 我刚刚聊了两个 现在聊第三个 有人说亚当斯密是无政府主义者 由于大众媒体的解读 亚当斯密的名字 还常与自由贸易市场万能挂钩 斯密的政治经济学 也常被简化为自由放任主义 因此很多人认为亚当斯密 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但事实恰恰相反 看不见的手 在斯密著作中出现的次数 屈指可数 而在国富论和法理学讲义中 他把国家与法律 国家与法律啊 视为市场秩序得以成立的最重要前提 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 现代政府的三个职能 第一啊 政府的三大职能 政府应该做什么事啊 第一保护社会 使不受 使其啊 使这个社会 不受其他的独立社会的侵犯 就是另一个社会 另一个民族 另一个国家 另一个政体 另一个政权的侵害 第二 尽可能的保护个人自由 使其不受任何 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 你就是一个个人 别人也不能欺负你 不能压迫你啊 第三 建设并维持市场 无法提供的公共事业 公共基础 有些事 必须是政府牵头来做的 对吧 有些基础设施啊 等等的 那一般的公司是做不了的 这三条看起来虽然简单 但要做好并不容易 既要求政府有明确的权力边界 又要有极富效能 极富啊 集中财富或者极度的财富啊 所以说斯密绝非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从某种程度上说 斯密恰恰是一位强国家主义者 他要求国家或者政权要强大 只不过这种强 更多的不是政府压迫民众 而是指的公共服务 政府其实就是一个公共服务的提供商 对吧 但是这个商人有他的特殊性 他跟一般的民间商人有所不同 误解四 斯密只有历史价值 很多伟大的思想家 往往只有历史意义 于当下已经失去了阅读的价值 比如某些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思想家 部分的思想 都变成了悬挂在思想史上 供人祭拜的偶像 因此很多人也认为 斯密也只是经济思想史的 一个标志性人物 其理论已经过时 但其实当下无数我们耳熟能详的思想理论 不过是对斯密思想的某种注脚罢了 注脚注视 解释解析 比如支持市场经济的奥地利学派 他们强调的个人主义 人的有限性 市场的不确定性 这不过是斯密的市场理论的回归 再比如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资本主义伤害了美德 造就了单向度的人 也不过是继承了斯密 对商业社会的某些批评 更有甚者 达尔文承认他在苏格兰看到了斯密 关于市场动态演化的理念之后 才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生物领域 发现了生物进化论 可以说 无论是思考市场经济 法治社会 乃至现代公民教育 都可以从斯密的思想中 汲取大量的营养 所以说 斯密不仅没有过时 而且是一座永不枯竭的思想宝库 澄清对斯密的四大误解 理解一个全面系统 真实的斯密 不仅是现代人智识 智力和见识 智识 清明的必须 对于处在转型时代的中国社会 更是寻找现代经济 政治 伦理 文明特征 与需求的开始 不过中国共产党的是马列 那能跟这个 所以很多中国的那些经济学家 有一个叫什么陈以武的吧 还叫陈志武的 还有什么徐小年的 还有什么张维迎的 还有这个这个毛鱼氏的 什么毛寿龙的 什么贾锡金的 什么沈元的 什么劳东燕的 是吧 张明啊 包括周孝正啊 什么蔡霞呀 贺卫芳啊 张千帆呀 许张润呀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 咱是在中国 是吧 包括去年刚刚去世的 原来中国政法大学的老校长 活了九十多岁的江平老师 是吧 等等等等 包括那些律师 普志强啊 许志勇啊 是吧 江天勇啊 李和平啊 是吧 这个丁家喜啊 包括现在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那个 我看叫什么 高智盛啊 是吧 这种人啊 人人自逝 你只要不是共产党的马列那一套 你都得玩完 你都得倒霉 他们容不了你 对吧 中国历史上说什么百花齐放啊 百家争鸣啊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尤其到今天 更是假的啊 那么每一个在市场变革大潮中的普通人 都面临着工作变化不定 贫富差距拉大 股市 非理性繁荣等各类问题 越是在强权 自私 贪婪和被信欺义中被包围的人们 越是渴望公平自由 友善和可预期的社会规则 现在中国不就缺这个吗 我常说的中国最缺的就叫做程序正义 强权 中国的这些权贵 对老百姓不是强权吗 不是压榨吗 不是欺凌吗 自私 贪婪 背心弃义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了吗 中国建立不了市场经济 跟中国的政治的落后 野蛮 无规则 人质 独裁 对吧 当然是有直接的关系 对吧 政治不好 经济不会好 而这些 恰恰是亚当斯密 终生思考的焦点 遗憾的是 等等等等 说了一大堆 市面上 关于斯密的那些著作 要么是晦涩难懂的理论巨著 要么是功利肤浅的碎片化的快餐 亚当斯密之所以伟大 不仅因为他的思想洞察了社会运行的逻辑 就内在逻辑 经得起数百年的实践的验证 更在于他的著作和生平 都可以提升人的道德与品位 是永不过时的自由的宝典 所以这个你看啊 这个经济学的圣经 国富论 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指导了西方的市场经济 风风雨雨 侃侃克克 但是基本上算成功 算顺利两百多年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颠覆了认知 看透了利他 才是利己的本质 了解了人类正义感 和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 与国富论互为表理 是理解社会 理解时代的基本的理论支撑 更少有人知晓的法理学讲义 为市场时代的正义寻根 对现代人的道德困境 提供了法律 道德 经济上的借鉴思想和理论资源 一本生平传记亚当斯密传 迄今最详细的斯密的生平记录 追溯斯密思想的源头和体系 洞察当代市场 以及政治危机的根源 作为苏格兰启蒙的巨破 巨破斯密与卢梭 福尔泰等法兰西的启蒙 迥然不同 却与伯克 修默等思想巨人 不谋而合 至今仍是英美 政治经济秩序的定海神针 感谢观看